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炒鸡实验室 我是鲁蛋 不知道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有没有购买到新银的主机呢 如果没有 那希望本期配合再见能够帮助到大家 在正式章节开始前 咱们还是来简单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场行情吧 毕竟这两个月红蓝黄增加都发布了不少新品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就是老黄的这三张四星系改款卡了吧 它们分别是4070Super 4070Ti Super以及4080Super 看过评测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相比其他两张 这里面4070Ti Super是提供最大的 也是相对最有诚意的改款 所以它也会纳入我们这次的配置对面中 至于另外两张新卡 非刚需可以看看后续增加幅度 蓝场这边英特尔补齐了10代非K系列的CPU型号 从最低量的i31410F到高端的i714790F一共发布了5款 从参数和价格上来看 我觉得暂时不会引起大家的兴趣 毕竟10代本身就是挤牙膏的产物 性能提升确实不大 而且前两代还有不少高性价格的型号可以选购 那看红场苏妈这边 它这次推出了5000系新品CPU和8000系 APU其中5000系新品CPU 大家最关注的肯定就是570XD这个型号了 它相较之前发布的580XD基本只有频率上的区别 可以看到的是它的降频青春版 对于有升级曲折老平台用户来说 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而新用户这边或许会有玩家去考虑8600G和8700G这两个APU 特别是8700G 它的核显性能与GTX1650持评可以轻松运行不少网游 只不过目前的手法价还是销量较贵 非刚需可以再等等 最后每年春节期后在这两个月 各个配件的价格都会出现略微上涨的情况 所以预算方面的压力会比之前更多一点 具体来看的话 其他配件均是正常波动 只有硬盘是确定出现的较大幅度的上涨 其实之前也早要小的消息传出 不知道屏幕前小伴有没有取节下单呢 总之 硬盘白色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平 望住均且用前瞻膝吧 配置断片环节从低到高开始 那么首先就是千元交易段 这个交易段主机主打办公和轻度网游 CPU我这里选择的是AMG的R5 560G 它一共有6核12线程 多大加速频率4.4GHz 能够很好的应对软件多开办公需求 自带的微开器核显 综合性能约等于GTX750Ti 在1080P分辨率下 中画质还是能创网不少网游的 比如路二路CF这类腾讯选小桶 至于大家喜欢得见的原生 低画质下也是能基本维持60帧的 虽然特效降低了 但这个分辨率还是要比手机常用的720P要更清晰 所以总的来说体验也还不错 主板方面 在预算邮件的情况下 我建议选择较低段的型号 具体我这里选择的是华硕的AL20M-K 它自带的一个HDMI接口常用的USB-A口也有6个 基本是够用了 供电方面私家二项供电虽然不怎么给力 但带动这个5600G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让人选择它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品牌 一般来说大厂的产品稳定性会相对更好一些 在和其他二三线品牌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 买它就是推个安心 在这方面5600G作为一个APU 热量其实是比其他型号要更小一些的 但考虑到合了小伙伴并没有轻药保养的意识 因此三线器还是选择了百元下笔质量的匿名AX122RSE 以它的三线性能基本不用担心出现高温过热降频的风险 董哥一般都知道 双道道高频内存对APU的核显加成还是挺明显的 所以内存选择方面 我们肯定是要选一对的了 金马达的银爵也是经过了上场的检验 日常使用无需担心 12G的容量 应对办公核心的网游也基本够用了 无需升级 除此方面 现在都2024年了 肯定要直接上固态 它的使用感受是要比机械好不少的 我这里选择的是微刚的XPG S20 512G的容量虽然不算很大 但也基本够用 惠荣2263XT主控加微刚原厂颗底 虽然性能比较一般 但质量还算有保障 在固态白大架一去不不反的情况下 选择它也是出于一个性价比的考虑 由于整套平台的功耗不大 因此更远我选择是安娜美的近伏N500 不白宝的输出加接近白白的转化率 带动这套平台可以做事轻松松 而其他方面一款中够重矩的长城S28就能满足我们基本的使用需求 55块钱给硬件一个保障 我觉得并不算吃亏 至于敢用鞋盒的老哥马 我只能说句牛逼 来到2000价位段 这个价位段所搭配的主机主打一个电竞网游 毕竟虽然能够选择独显的 但总的来说预算依旧不是很多 所以游戏表现只能满足网游高刷的一个需求 首先cpu我选择的是英特尔的i31200F 4核8线程 最大加速频率4.37赫兹 它的核心数量相比目前主流的6核肯定是要少了一点 但应对网游的需求还是很足够的 毕竟目前大部分网游的优化都在4核左右 也更吃cpu的单核ipc性能 而这正好是12代的优势所在 其次毕竟预算有限 游戏主机把预算优先就给显卡的情况下 选它也是一种妥协 主板方面我选择的是影迟的h60m按影i3作为入门级的cpu 搭配同样入门级的h60m主板还是比较合适的 而影迟的这款最大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 比较重要的供电方面 优先供电虽然不多 但满足这个i3的需求还是问题不大的 而通常方面大家最常用的a口也是给到了6个 所以虽然盖是盖的点 但日常使用还是ok的 由于不带k的cpu会所sa电压 因此内存方面基本没有太多可玩性的 咱们按照官方的推讯比例 老老实实的用3200Hz就好 型号方面竟然是便宜够用的金门大英爵 双8G应对网游还是够的 这一套我也不推荐大家后续升级了 因为如果想升级 要动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所以一套配齐以后 我们弄弹弹的用个几年就好了 在这方面12100F作为入门版的i3定位 其实发热并不大 但为了后续的长久使用 我还是推荐大家选择匿名的AX1202SE 这款上热器大家应该也是有所耳闻的 它的优点就是价格不贵 散热性能也挺强的 已经卷过了不少同行了 选它肯定是吃不了亏的 那么经过以上大片的最短的显卡 我们大致能腾出1000左右的预算 所以型号方面 我选择的是那么时的6500XT白金版 目前说千元显卡预算650XT基本是属于偷偷的消贯级别 你说它为啥能成消贯 不是因为它的表现够逐測 而是目前这个阶段厂家基本不愿意发力了 能够勉强入眼的也就只有它 当然我说的是新卡啊 那它的性能表现怎么样呢 基本可以在1080P分辨率下 状态下流畅运行各类网游 不说每个游戏都能跑满140赫兹的显示器吧 但要跑个百分左右问题还是不大的 所以喜欢网游的玩家还是能必然买的 至于单机党嘛 受限于自身规格以及4G选程表现确实不太能看 建议还是化成价钱哥比较合适 最后其他配件不变的情况下 将机箱 升级成了影迟的影连波标准版 毕竟有了读写以后 对机箱内部空间的需求也更大一些 而这款价格不贵的情况下 做光什么的也还不错 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了 这款还有一个支持侧透的版本 价格只差10块钱 如果对颜值有需求的小伙伴也可以考虑一下 达到三千加快段搭配出来的主机 基本可以在1080P下做到游戏通试了 具体的配置如同所示CPU我选择的是英特的i512400F 它一共有6核12000人 最大加速频率4.4G赫兹 英特尔的CPU从11代到12代 有一个质的飞跃 单核ipc性能较之前是直接跨越了两个档次 而这颗i5在多核性的驾驶下 单核多核表现均是相当不错 所以无论是网游还是单机都不会造成显卡的瓶颈 因为功耗不算高 所以主板我们依旧可以采用六厢供电的影子H60M暗影 热伤使用是问题不大的 当然如果你对接口有着更高的要求 比如说双RM这种P660主板就会超出你的预算 此时可以考虑AMD的R5600搭配入门级的BU50M主板的方案 散热内存和固态勾用的时候 情况下 我们把预算优先升级显卡 虽然只多了500块钱 但6650X的性能却比6500XT要强不少的 6500XT在他们失败项目里能够跑到5000分左右 而6650XT能跑到9500分左右 性能基本是翻倍的提升 且显存方面6650XT8G的大选程 对比6500XT的4G在单机游戏里也能有着更稳定的增速表现 所以综合来看 这个预算下6650XT还是挺值得选购的 至于品牌方面 我这里选择的是汉讯 虽然不是一线 但依旧支持个人送宝 且 也质保三连 所以也无需担心 最后省什么也千万比省电源 作为主机的心脏 电源用好也是完全不会吃亏的 6650XT的功耗在180W左右 理论上500瓦的电源就能弹动 但我还是选择了600瓦的长程金牌巨龙全模组电源 主动使pfc加80plus金牌认证 使用起来会更安心一些 达到四线价位段 cpu依旧是英特尔的12400f 6核12线程 目前还是很够用的 所以没必要急着升级 与之搭配的主板 我倒是觉得可以有必要提一提的 h620m毕竟定位入门 稍微想拓散一下就会捉襟见肘 所以我选择了华硕的b6600m-k 这个型号虽然在一众b6600m主板里更为低端 但相对 对h2200m主板还是表现更好 八线供电应对cpu的长久使用会更有保障 mdr接口也有两个 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 给后续升级预留的空间 至于其他接口也同样如实 总之压门花钱稍微升级一下 让自己用的更舒服 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当然选择它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一线大厂的产品 一般稳定性想的也会更好一些 由于英特尔12代后面的u不带开的型号会锁SA电压 所以内存没有什么可玩性 我们选择3200频率的就好了 而散热选择了百元4线比翅王的 AX12002 se对比不带se的标准版 除了做工稍微粗糙点外 智能性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非常值得购买 从这个教育段开始 主机的游戏性能会越来越好 原来的固态无论是性能还是容量都不太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所以固态我这里升级成了1tb的姿态type 那是5000 这个型号也是出了一段时间了 大家的反馈都还不错 速度稳定性都没啥问题 1kb的版本只要不是单机呢 一般也是挺够用的 如果确实不够 主板也有升级的空间 后面还能再加装一条 好 对于最重要的显卡 我这里选择的是南某时的6750g2e 白镜版 相比66纹差地 他的time失败能跑到12500分左右 换算下来 性能提升幅度达到了32% 还是挺明显的 目前2000显卡价位段6750g2e就是数码专门推出和老黄的4060打内台的 不仅性能比460更好 而且显存也更大 除了功耗确实比不过以外 下比方面确实没得说 基本上显卡到了这个级别1080p下可以做到高画质游戏通试了 2k中画质也能唱完不少游戏 预算来到5000 按照游戏主机优先升级显卡的思路 我们可以选择4060态了 他在time失败项目里能够跑到13500分左右 应对1080p分辨率下的游戏还是毫无压力的 但如果你想体验2k那4060态带宽不足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了 其中网游其实还算了过去 但单机就真的不够看的 实测中稍微遇到复杂点的场景就会频繁调增 所以下比方面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a卡来的高的 但这个下游戏也展示没有太好的选择 不过n卡有好处就是优化稳定 更加适合小白用户 刚才5000预算下的406云态可以做到1080p游戏通吃 2k唱完网游 那现在6000预算下就能组到2k通吃 4k体验的主机了 不过因为显卡占用了太多预算 所以部分配件的选择上要稍微更改一些 这里也和大家体验说好 为了更好的发挥显卡性能 cpu我这里选择的是amd的r5-7500f 它一共有6核12线程 最佳加速频率4.4级赫值 三缓达到了32兆 大缓存加单ccd的设计 让它成为了千万加百战的游戏神U 但因为预算的原因 与这搭配的主板 我选择的是安达的b650m-b 虽然这个预算也能买到一线品牌的a620m主板 但a620m的定位还是要比b650更低一档 对cpu最看重的供电用料一般也会更差一些 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拥有10项供电的昂达b650m 至少带动这颗7500f还是轻松松的 自然方面7500f的功耗并不算高 所以依旧选择了便宜好用的ax1222se 至于内存方面7000系内容只支持d5内存 且超频方面没有太多的可玩性 因此选择了默认的6线频率就好 单根16G的容量属于基本勾用 后续可以继续加装一根 至于品牌方面 我选择的是微钢的xpG系列 这个也是老牌子了 稳定性这一块基本不用担心 硬盘的话 因为要控制预算的原因 所以这是降级成的500G的版本 好在这个主板有两个m的接口 后续大家预算有了 可以直接加装 那么说了主板内存和硬盘的情况下 显卡我们就可以选择比较给力的一张了 没错 它就是rx7800XT 型号 我选择的是一线党宝石的白金系列 318的售价 性能穿能光追这一块 可能比卖4线党的4070还要强5%到10%左右 性价比是真的高 当然如果你说光追的话 那7800XT也确实打不过4070 我们可以发现基本只有两张卡值的选购 他们分别就是amd的7900G2E和英伟达的4070 super 我个人觉得7900G2E的性效比会更高些 首先性能方面720G2E的他们是外跑分 大概在23500分左右 比4070 super的21500分更高 而实际游戏中也是这样子的 特别是单机游戏在4k分辨率下 拥有16G大选程的710G2E面对辅导场景下的表现会更稳定一些 现在方面说完了 我们再看看价格 以通常都是终端定位的汉讯安徽 拳和影价大将举例 他们之间的价差也有7800块钱左右 确实不容忽视 把两个主机的最终售价也是硬直拉开了一个档次 所以性价比优先的小伙伴 还是建议选择710G2E更加合适 而如果你常玩的游戏里支持光追选项的比较多的话 那4070 super也是值得选购的 毕竟n卡在这里减价一直做的不错 且稳定性也相对更好一些 由于预算比之前更多了 所以内存这里升级成的双16级的32级日常打游戏已经算是领配了 根本不用担心不够用 而硬盘这里也是 升回了1tb 目前涨价的情况下 还是建议大家买一根基本够用的 后续再观察 市场情况吧 最后其他客户不变的情况下 由于这个级别的显卡功耗较高 所以电源肯定是要升级一下的 为了就是能更稳定的运行 这里选择了ipad电竞的750瓦金牌全部组电源 日式电容 用料扎实 支持十年质保 即将因为显卡长度的原因 也升级成了根深的新刷 他最大支持340哈米的卡长 应对常规的三封程卡也是问题不大的 预算来到9000 显卡可以继续往上升级一个档次 A卡这边是7900XT 恩卡这边则是4070Ti 我知道大家肯定觉得40清太super最值得购买 但首发刚过不久的情况下 它的价格确实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算 所以我觉得可以升级一下其他配件 让整机的搭配更合理一点 这样用起来也更放心 至于7900XT和40清太的性能 一话形容就是2k秒叉4k流畅 还是老三常常的问题了 在不开启光追的情况下 7900XT的表现会更好 反之就是40清太的优势了 不过因为这两张卡的差价很小 所以这次无论大家选的哪一张 我都觉得很ok 其他配件方面主板我更换成的华硕的B650M-K 悬汗的原因就是大厂的贝尔斯应用性和产品稳定性会相对更好一些 毕竟主机都这个下位段的 还是希望不要出啥幼儿子 然后因为7900XT的功耗较高 所以电源我这里升级成了850瓦的金牌全部组电源 还知道句话 省什么都别省电源 机箱也是升级成的目前流行的大海景房机箱 剩下的预算 我强烈推荐大家多加几把风扇 高端配件发热较高 有了风扇的辅助散热 对长期的使用是更有帮助的 万元预算显卡肯定有4070泰舒克的 作为40系改款里面最值得购买的型号 它的性能虽然看似只是平衡的10% 没什么意思 但最强的显存和带宽 却是实打实的有了较大升级 因此生产力表现也是比较出色的 这是一张兼顾了小伙伴们游戏工作需求的卡 且价格也相对比较合理 当然如果你只想参玩游戏 那这个交易段7900XTX511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作为amd目前的顶级旗舰 实际性能也是不用小觑 4k高烧的定位 能够很好的保障 你的游戏体验 当然最重要的是 随着老黄40系改款显卡的发布 7900XTXTXT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价 性价比是真的非常高 所以没有不选择它的理由 再看其他配置 毕竟是万元级别 各个配件都较之前要更加均纯的一些 首先CPU方面我选择的是7800X3D 虽然理论性能7800X3D是打不过1600KF的 但游戏表现方面7800X3D就要好得多了 基本和英特尔自家旗舰13900K处于同一水平 所以更重视游戏表现的玩家来说是非常值得选购的 再看主板 我升级成的华硕的B650重炮手 重炮手这个型号也是出了很多年了 口碑一直都还不错 它的各项参数虽然不是最优的 但综合稳定性表现良好 且Bios的调试优化方面也比较好上手 可谓是娱乐折腾两不误 散热方面 由于7800X3D的功耗发热并不高 所以选择了6热管的PA120RSE 这个散热器稳压是不用担心的 这种方面选择的是双16级低时区的芝奇幻风级 搭配2tp的高端姿态硬盘 后续基本不用担心有使用上的瓶颈 由于7800X3的功耗效率高 所以电源也升级成了1000瓦的长城金牌巨龙 稳稳大动整套平台 至于机箱考虑颜值和空间 这里给大家推荐的是威刚的高透海景房 搭配几把ARGB风扇 整体效果是要颜值有颜值 要性能有性能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尝一下大拇指 三连支持一波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想法补充 欢迎弹幕评论留言讨论 我是卢蛋 我们下期再见